信封呢 我把他扔到粉碎机里了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信封呢 还给我 扔了 你什么 我把他扔到粉碎机里了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如果这些东西公开了 李美娥就完了 她这一辈子都找不到工作了 那是她的问题 她要对她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 李美娥是有问题 但你不用照死整她吧 你不了解她的情况 其实她挺难的 她有一个瘫痪中风的老公 儿子 还有公公婆婆 她一个家都靠她自己撑着呢 你被李美娥给骗了 太明显了 我真是服了 我怎么能有你这么一个猪队友啊 你总让我小心才警惕她 那么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我跟她合作得非常好 而且据我观察 她对妈妈跟宝宝们都非常有责任性 她是演给你看的 她比你用心一百倍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萧总 你应该先好好地反省一下自己 为什么这些妈妈都跟你打异性差评啊 你告诉我为什么 你总觉得是李美娥在背后坑你 其实真的没人坑你 就是你自己做得不够好 你把妈妈跟宝宝们当人看吗 你把你的客户放在我眼里吗 你尊重过他们吗 而且你不了解 你也不想去了解这些妈妈们的需求 你也不想去听这些妈妈们的心声 你唯一想的就是能把自己的业绩做好 摆脱这里 能够重新回到西娅 没错 我是想把业绩做上去 赶紧回到西娅 这有问题吗 谁想待在这个破地方 你看看她说的这些话 破地方 如果你让这些妈妈 听到你这么说月子中心 你觉得她们会怎么看你 萧总 如果你不正式面对这场月子中心 如果你再不能真心地热爱这些妈妈 你会在这里很不得人心的 我用不着你叫我 你会在这儿 你是我 你说自己想要是宝宝免了吗 你不想要是你 他不想要是你 这是宝宝的健康报告 好